刘洋给我下来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家 刘洋给我下来 不是你已经跟杨洋分手了 你还在打扰他干嘛 我来找我男朋友关你什么事啊 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你们两个已经分手了 那不是因为你刘洋会跟我分手吗 说到底你还是个 长得人模样 你怎么那么黑啊 刘洋 我前面冲我来 冲别人发什么活啊 你还袒护他 我才是你女朋友 要不是因为他咱俩会分手吗 我已经跟你说很清楚了 而且把原意已经告诉你为什么分手了 能不能把所有错推给别人 我什么时候把错都推卸给别人了 上次两年一起吃饭 长辈没挣块 你先挣块 太年轻小 没人说你什么 你杯子自己不小心碰倒的 你怎么说的 你怪别人转座 转座快给你碰倒 你说要过脑子了吗 那我也是个小女孩 我有点小脾气怎么了 再说了 当时你就应该站出来说是女座的 那我是你女朋友 你不应该保护我吗 朱小涵 你没什么大病吧 我没有啊 我有什么意思啊 我感觉人说话总要过脑子的吧 你连脑子都没有 有小毛病 但是你难道就没有问题吗 我有很多毛病 但是我知道什么叫谦虚 什么叫反省 而你没有那些最基本的道理你都不懂 你同时不知道自己的问题 那你反省过吗 这就是你可以同时和我在一起 还有别人的原因是吗 你能不能别把原因想那么坏啊 他只是我在爱聊APP上认识的好朋友 好朋友 我怎么那么不信呢 不管你见不见 但是他说的就迟话 我本以为你能悔改 但是你让我太失望了 好 你不是觉得我俩有什么事吗 方达俩在爱聊APP上认识 在我失恋这段时间 你一直都有照顾有家 而且我已经对你产生了好感 你居喜欢 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 我愿意 但我有个要求 在一起之后可不能再来爱聊的 但没全都是常在家这些 我们家好友就能聊 而且都只能赶紧男人 我可怕你被给他跑了 好 那我以后不玩了 不是你们 我告诉你 如你所愿 我现在已经有女朋友了 而且他比你好 以后别再发我 好 好 好